哇,他来了,欢迎我们的神秘唱作人张艺兴老师,欢迎 您请坐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大家等您 好的 嗨,大家好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您没有来的时候呢,都一直在刷 希望您多休息,然后希望您健康 就是真的非常贴心的粉丝 好,谢谢 您,您,您,您 我是可儿,我是可儿 可儿,你好 嗨,哇,果然是非常暖心的哥哥呢 好,这个特效 我坐在这里面有一点坐立难安了呢 我们做,我们作为那个,这一次来我们唱作人的节目 你有知道就是,因为您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宣布的唱作人 其他人其实都是通过沙漏直播的方式 跟粉丝们说了他们的名字 你有看过我们这个直播吗 嗯,有 就是,你有看吗 就是看其他艺人的名字 嗯,你觉得这个直播是,是什么样的心情看的时候 就还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吗 嗯,那之前其实你有给粉丝们布置作业 说要做一些原创的歌曲,作曲这个事情 嗯,你跟粉丝们交流一下 就是对于他们的作业 这个特效 嗯,这边还有一个提起 这个是另一个那个爱奇艺小 爱奇艺那边的小伙伴们会看的 好 你是想把他们都培养成那个唱作人吗 对于粉丝们 没有,他们蛮有才的 我粉丝这个,这个贝壳们 它还是蛮厉害的 很硬,我的贝壳 很硬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他们做出来的 令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作品 就是会好的嘛 会好的,就是那一首 公益的,大家一起做的 对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来到了我们唱作人的舞台 就车导找我 哦,知道 然后找我,找我了好多次 被打动了 对 被车导打动了 不是,他主要是 车导说的话听要道理 嗯,他说了啥 比方说他说 让我来参与这个节目 嗯,我去想想,好 那我们要感谢车导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在这里面看到我们的张艺兴老师 不然的话可能 一下子不能这么快的跟您见面了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感谢车导 那平时你写歌的时候 包括你给粉丝们布置作业 嗯,有教他们就是 写歌的时候去哪里找灵感啊 来源啊,什么之类的 我写歌没有什么很多灵感来源 就是做绝石 然后就一直 don't start, don't start 哦,就是 被音乐带来灵感 哦,那你有没有什么 对他们的 教他们一点 比如说如果他们在 完成你作业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写 硬找不知道该怎么写的时候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交给粉丝们 哦,我知道了 嗯,我本来来这个节目 想是宣传专辑来的 因为我马上会发专辑了吗 嗯 就是四胎 我刚刚有看到弹幕里面发 期待四胎 啊 对但是 现在就 嗯,因为参加了这个节目 就发现很多歌都 好像不大合适一样 所以又有一批新的作品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期待四胎 还可以期待我们节目里面的 新的 Other jug 新的作品是吗 对 哇哦 看粉丝们 大家都是对你非常的关心 很怕你辛苦 很怕你就是有累到 你可以快跟粉丝们说一说 自己的那个状况 你看得清楚他们说什么 看得清楚 因为刚刚我看了很久了 我已经找到了 看这个弹幕的方式了 他们这个可以稍微慢一点吗 不可以 他们对你的爱 就是已经疯狂的滚动 根本控制不住 那你觉得就是 如果说音乐的话 是被大众喜欢的音乐 才是好的音乐吗 还是说 什么样的音乐才是 你比较想要做 好的音乐这个见仁见智 对 好的音乐见仁见智 那我们现在就是 在您做音乐的时候 你会想说 做一些大家喜欢的吗 还是说做一些 自己想表达的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提倡 我说一个MPOP的精神 就是融合 就是把一些传统的东西 新潮的东西结合 比方说不同的语言 结合 然后不同的general 就是那个种类 它也结合 就是所有的不一样的东西 都可以结合到一起 然后产生一种新的化学反应 听到了吗 上课了 拿你们的小本本记好 这是张一鑫老师的课堂 就希望就是还是可以跟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 国内有很多很牛的制作人 他们都比较underground一点 但其实他们都非常有才华 其实希望制作人们都一起来 做这样的尝试 把一些传统的 中国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乐器 或者传统的精神 我们要传达的精神 用另外一种形式 在音乐的这个世界里 再用另外的方式 作为结合 然后再把它表达出来 哇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 唱作人的舞台上看到这些 应该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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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期待 大家很期待 会动的老张 别给他戴口罩 大家 那就别送口罩了 我们也看不清 看不清弹幕了 好久不见 大家真的很想念 你就是觉得 很暖心的 希望你可以就是 多跟大家交流 然后呢 就是希望你健康 然后希望你的专辑 可以早日跟大家见面 就是在你来之前 我看了很多弹幕 然后看出来的 谢谢 就在你来之前 可能弹幕没有这么疯狂 现在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了 就转动得很快 我们有整理一些 就是大家粉丝们 和一些观众 对你的一些标签 你看一下 郑德亮偶像 皮弟章 长沙小娇 哈尼 孟不落雨林 殿堂金钻 唱片记录持有者 哇 这什么 七厂万人大 万人厂大 嗯 七厂万人厂大 哦 七厂万人厂 七厂万人厂大 航海演唱会 这都是 别人就顿剧 整理出来的一些标签 那你觉得对于这些标签 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或者是觉得 嗯 我不想要对这个标签束缚住 没有 他们觉得喜欢就行 你们觉得喜欢就行 反正就希望做一点 好的 好的事情或者是能够引领我的这帮粉丝们 贝壳们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跟你就是在音乐上有新的突破 哎呀可希望可以 那我们这次的第四胎是很豪狠的吗 第四胎 对他们有说了期待你们的豪狠 对 那我们把这个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从新出发 所以呢这些都是可能之前过去的一些成绩呀 一些标签啊 我们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 唱作人的舞台上 从新出发留一些新的东西 一些目标啊 一些flag在舞台上 然后把这些过去呢都先都先拿掉 带在身上 我替你带着吧 这都是一些优秀的作品 好 你有听过我的歌吗 我有 哪一首 《梦不落语》呢 还有那个舞蹈 嗯 那那那那那那 被怀疑被提问 突然被提问 那你有什么就是想要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一些flag 或者是或者留些话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因为我们这个小黑板呢 会一直留到节目的最后 然后到时候呢粉丝也都来看 你有没有完成当树立下的flag 其实还是希望多留一些好的作品给 这些呃就是我的这些粉丝朋友们 然后希望 好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张一新老师写下的作品 希望可以留下很多作品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监督一下啊 我们看到节目这个不用监督了 那你就会留下的吗 每一期都有新的作品 其实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因为一个是 一开始 觉得其实作品还可以更好 我觉得还是没有 就还好 还可以更好 对对对 我们时间很长嘛 我们可以期待每一期都会有新的 不不 它是不是有淘汰机制 对啊 所以希望你可以就是留到最后 留出越来越多好的作品 对吧 那我们粉丝们会很好奇 因为第一期的作品 其实已经差不多定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又不能这么快的告诉粉丝朋友们 做什么 还没有开始播 所以希望你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声音提醒一下大家 提示一下大家 然后大家去猜这一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歌 Why so serious 哇哦 你这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唱作人里面 暴露的声音就是最长的 大家都发了一个音 之类的 所以这个已经很已经很真诚了 是不是 我们有这个这么长的一句 是歌词还是什么吗 嗯 其实是一个 feel Aidly 好的好的 那我们的粉丝们也会在我们第一期节目里面去找 这一句词会在哪里出现 嗯 期待我们一星老师在我们唱作人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也希望你可以像粉丝们说的健康的 然后呢好好休息 然后完成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是的 注意身体 那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要给粉丝们送福利 嗯 就是要给我们弹幕里面发送弹幕的粉丝 第一个粉丝会获得你的签名照 然后剩下的粉丝会获得我们爱奇的VIP会员卡 嗯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喊321到底时 然后我们就截图 好321 突然吗 有没有猝不及防 还好 好你看他第一位的名字 花开之无矣 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张艺兴的签名照 还有一张 然后这里 这个字不认识 这挡住了呀 粉丝团奈你和是谁 奈你和 恭喜这位朋友 你们就是 怎么叫奈你和 前面还有一个还有两个字 很好奇 突然很好奇这位粉丝是谁 然后大家都全体改名字 奈你和 奈你和 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张艺兴老师的签名照两张 然后还有呢 剩下小伙伴们会获得 就叫艺兴就好了 别叫张艺兴老师 感觉很老的感觉 因为就是前辈嘛 虽然 然后剩下小伙伴们会获得 爱奇艺的VIP会员卡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你来之前有没有看我们其他的唱作人的一些作品啊 就刚刚Demo互听都听了 那有期待跟谁 就最期待跟谁 PK 其实都 都不太期待 就是 都还蛮强的 就是觉得大家就是很希望在音乐上有很多的交流 是不是 希望可以多交流 其实您已经是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位唱作人了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跟我们小伙伴们说一个ending 然后让大家期待我们的唱作人的正片 哦真的 那还有老师们来吧 您是最后一位咯 哦 因为您是神秘的唱作人 就是要压到最后 不会吧 因为之前 还有一位啊 还有哪位 车岛啊 再来到路上 那我们要不把直播间等车岛过来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可以再聊到车岛出现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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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让粉丝们期待一下吧 剩下的内容都要去我们的正片里面看了 所以我们跟那个一星一喜 跟我们的小伙伴们说一声 拜拜 拜拜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一星 然后继续支持我们的唱作人 拜拜 拜拜 好 好 也要我自己去关 对 那你要不你关吧 没事 你来吧 是这样就关是吗 这样就关了 是的 关闭之后 关了关了 好 谢谢老师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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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